《龙珠超》2022剧长版正式海报公开,被吉他显身,误犯崛起,红缎带军团再现。 十年以后的《龙珠超》世界,沧海桑田,物是人非,小房长成了小姑娘,孙悟空和被吉他达到了全新的高度。 《龙珠超》格兰诺拉片尚载连载,然而一部讲述《魔人不凹》片十年之后剧情的剧长版《横空出世》,它就是2022年即将上映的《龙珠超》,超级英雄。 结合之前官方公布的亮坛PV先行动画以及资讯,我们可以得知,《龙珠超》,超级英雄的时间线几乎接近原作大结局,故事发生在第二十八届天下第一舞蹈会之前。 新剧长版除了几位龙套,还出现了两位全新角色,他们分别是《伽玛一号》和《伽玛二号》,这两位角色身着披风,脚穿长靴,还真有点超级英雄的味道。 而现在,《龙珠超》,《超级英雄》的第一章正式海报终于公布了。 在海报中,孙慕范,孝芳和比克三人处于C位,孙慕空仅挨着孙慕范,贝吉塔位于右上,三位引出剧情的龙跑角色站在两边,具有代表性的伽玛一号和二号位于最上,并摆出了十分特殊的pose。 其中,《主角团》除了小方之外,全部摆出了一副必杀姿势。 仔细分析这张海报,我们会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线索。 红段带军团在线。 海报左上角的预告文字大意是红段带军团超机密作战开始,这说明红段带军团会再次出现,它很有可能成为引出驻现剧情的导火索。 红段带军团是龙主早期登场的邪恶军团,他们以征服世界为目标,拥有强大的武器和丰富的资源。 然而,红段带军团被小悟空单枪匹马全部消灭,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陨落。 但是红段带军团的威胁并没有就此结束,残党格罗博士为了报仇,不仅将自己改造成了人造人,还研制出了终极人造生命体杀戮。 十几年以后,地球科技再次凌驾于超机在亚人之上,完全替杀鲁的出现再度让地球陷入危机。 而到了2022年的龙珠超剧场版,红段带军团的身影再次出现,不知道这次他们会研制出什么样的人造武器。 贝吉塔终于现身。 在之前的预告动画中,粉丝们并没有看到贝吉塔的身影,于是有粉丝开始担心,这次剧场版是不是和贝吉塔没有关系。 而正式海报的公布瞬间打消了粉丝们的顾虑。 贝吉塔不禁会登场,而且还会和悟空一起战斗,烧了贝吉塔的龙珠是不完整的。 孙木范崛起 孙木范是孙悟空的长子,也是数次拯救过世界的人。 和孙悟空相比,孙木范可以说是清初于蓝而胜于蓝。 因为光芒过于耀眼,孙木范在杀鲁天之后差别取代孙悟空成为主角。 然而,神范的光辉终有褪去的一天,魔人不殴天之后,孙木范疏于修炼,慢慢成了一名学者。 即使在后续剧场版中有过登场,孙木范的表现也是不尽人意,尤其是在复活的F中,孙木范被福利萨以招妙调,因此获得了一个野笔范的外号。 而在2022剧场版中,孙木范的造型彻底不一样了,经典的武道服,健壮的肌肉,凌厉的眼神,不怒自威的造型,昔日那个光芒四射的神范又回来了。 2022剧场版的上映时间 综合来看,2022剧场版的预热基本上和龙珠超,布罗利保持一致,官推在前一天发文说明日会有新情报,第二天就公布正式班牌到了。 按照这个进度,估计再过三四天,龙珠超,超级英雄会公布一个正式预告动画。 另外,2022剧场版的首版已经制作完毕,根据首版的发售日期来看,龙珠超,超级英雄大约会在明年五月份左右上映。 目前已知的情报就这些,更多精彩还需要我们耐心等待。